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 神的朋友可以为别人说情 也许我们以为亚伯拉罕的信心 同与神的友谊是我们没有可能及到的 不要失望亚伯拉罕是渐渐上进的 我们也可以渐渐上进的 我们追求是跑步不是跳远 凡是信心经过许多试炼而得胜的人 这人必定有一个顶大的试炼等在前面 无价的钻石都是曾经过切磋琢磨的 贵重的金属都是曾经过烈火试验的 亚伯拉罕绝不能被称为信心之父 假使他未曾受过极大的试炼 请读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 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 看哪 他带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一步一步牵着他的心上人 向摩利亚山上走去 预备献给他所敬爱 侍奉的神 他这么做给今天疑惑神的对付的人们一个何等大的责备 他这么做惹起天使的注意 他这么做兼顾以后神的儿女的信心 他这么做使信徒知道不犹豫的信心能证明神的信实 当得胜的信心达到顶点的时候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你既信任我到极点 现在我也要信任你 你可以永远做我的朋友 我必祝福你 也必使你成为一个祝福 这是一条不改变的原则 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加拉太书三章九节 选与神做朋友不是一件小事